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了人间真情 从生活中找寻欢乐 用喜剧开启崭新的每一天 静静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新春喜剧之夜 你这金箱链掉啥啊 假的 商品打假的话题 深受观众的广泛关注 小品物理看花 就以喜剧的夸张手法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女婿过年上门看望老丈人 两瓶酒引发家庭危机 为了不让老丈人受假酒危害 女婿挺身而出 结局令人意外 酒并非假酒 这场小危机却如同一枚试金石 让老丈人对女婿刮目相看 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 我也高兴 小品构思巧妙 幽默风趣意外频出 却合情合理 让人们在笑声中 对商品打假增加了更多的了解 我喝酒就是真酒 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双喜临 哪双喜 一是过年 二是咱爸生日 我知道 咱爸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 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为什么不理你 你心里没点数吗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今天看你表现 走 我去到家里 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懒驴少墨 可多了 老爸 来了 来了 女儿 爸爸 我女儿来了 女儿可想死我了 我看看好不好 老爸 爸 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 你这样你至于吗 我至于 你妈妈走得早 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 鼓励我 再找一个后老伴 对呀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 那天我跟你老公锅子说 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 她说对呀 她说她给我办 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 我是原封不动地把这个金项链 送给了李阿姨 是 才过了三天 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 对 你这金项链掉色 假的 爸 咱不生气行不行 最让我生气的 是李阿姨 啊 才过了一个星期 她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这李阿姨 这 你说你带她回来干什么 爸 那个给您祝寿来了 又是大过年 我给您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你看 还两瓶呢 这是你给我买的 是的 好 行了 这我就不生气了 翻篇了 再也不提了 不提了 爸 不提了 我去上个洗手间 你说我嫁的这老公 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锅子可不傻 有心啊 是吗 我问你 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不知道 就是这个牌子呀 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一模一样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 我得收藏几年 今天喝我买的 还说不疼他 来来来 女儿啊 先放点 到厨房帮我炒菜 行行行 快快快快开门 有心啊 谁呀 谁呀 郭哥 我是丽莲 丽莲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郭哥你怎么忘了 去年的今天 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枪链 别提金枪链 刚才骂我半天了 你一年都没理我 你买的假货你 快快去走吧 走吧 不不不不行 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给我罢了 喝了 没喝呢 不能喝啊 那两瓶是假酒 假酒 就这么回事 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 工商局正在那儿插封呢 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你呀你呀 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 我真服了你了 全让我赶上 我也不知道 你把这个拿回去 赶紧给我出去 郭哥 你抱着我那两瓶酒 干什么呢 我醒醒 醒 醒醒 待会儿喝你 来来来 咱们吃饭吧 好 闺女啊 来吧 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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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 这个 洗饭 今年过节 不喝酒 喝酒 只喝老 白 开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 你还不让他喝酒 你怎么想的你 不喝酒 你回去啊 喝酒 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就是这事 我给你到了 那个媳妇 我想跟你商量一点事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不是 我现在先说 过来 你想干什么过子 去年一年不离你 你心里没输吗 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 哄他开心来了 久久你不让喝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今年还 还惹咱爸不高兴 他能让我跟你离婚 你心不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好 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这就对了 好好喝一杯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来来来 我给你倒上 好嘞 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不是 爸 你等会儿 爸 我祝您生日快乐 过年好 你看你女婿 你看看你女婿 爸 你看看 好好好 挺好的 挺好的 倒上 来 给我也倒上 你等会儿 爸 我祝您身体健康 你看我老公 你看看 你给我也倒上 你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我对你 万事如意 不是 老公 这个可以了 可以了 三杯了 这一杯都在酒里 天哪 女婿啊 女婿啊 这是 这是红酒 不是啤酒 你 你都喝了 谢谢你提醒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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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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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孤老公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滴都没了 一滴都没了 吃饭嘛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你不喝了 没事儿 爸 这不还有一瓶吗 这瓶不让他喝 全你喝了 对对对 打开 打开打开 来来来 我提议 我提议啊 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 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过去了 你陪我喝 你陪我喝个交杯酒 来来来来 我给你倒上 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 我刚才是一滴都没喝呀 喝个交杯酒 好 爸 我喝出去了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哎呀 爸 别舔 快给啥干净 爸 果子 你看你也不小心点 我 我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 你气死我吧你就 媳妇 不是 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别说话 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干什么 我有点不行了 怎么了 另外我跟你说 跟你说实话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这是酒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但是 来吧 这什么玩意儿 接着喝 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那刚才那两瓶呢 爸爸自己买的呀 那是我自个儿的 打开 咱对瓶吹 一人一瓶 干了 爸 不能喝 我跟你说 必须得喝 爸 今天我今天必须去喝酒 这是假酒 这是假酒 假 还是丽丽那小子 就是买项链那小子 我说买两瓶好酒 他说他能买 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你等了 你等了 不是 孩子 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 不想让我喝 不想让我中毒 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妈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我年轻 我年轻 这孩子傻 我就说他傻了吧 你早说一声 咱把这两瓶酒倒了 不就完了吗 对 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行啊 来 进来 郭哥 哎 郭哥 告诉你 别说我 啊 说吧 郭哥 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对 假酒 真酒 不是 我搞错了 有一个卖酒的 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 后来人家报警了 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 跟店里没关系 这两瓶是真酒 可馋死我了 妈 你喝不喝了 我喝什么我喝呀 孩子呀 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 我也高兴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新春喜剧 与之一 你要对你这种讨好性生格说不 喜剧小品 好的小林 将创作的视角对准了职场 讽刺了那些只说不干的人 对忠于职守 乐于助人的好人 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展现 弘扬了正气 喂 小林 帮我拿外卖 我忙着呢 您自己去吧 经理 短到速滑运动员五大静 也参与到了小品的演出之中 将一位舞经理演得有模有样 还颇富幽默感 这个景上天花的话说得跟雪中送了二氧化碳似的 你这说你整天都忙忙叨叨的 你都干什么了你都 给经理冲咖啡呢 那经理让你给他冲咖啡了 没让我也得冲啊 不是 他没让你冲咖啡 你冲个什么劲呢 经理每天都喝咖啡 那公司那么多人 每人都喝咖啡 你还每人都冲一杯啊 好的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是典型的乞讨型人格 文哥 我怎么听说是讨好型人格呢 反正都是都第三下四呗 我跟你说啊 就你这种人格 最典型的特征是 如果你拒绝别人 就感觉自己犯了天大的错一样 我感觉我就像触犯了天条 是不是 说人家让你干什么 你就像收到了命令 我感觉我就像接到了圣旨 你看看 是不是说 有人说你两句 你就感觉自己脑袋是带了金骨一样 我感觉就算让我去抓孙悟空 都是我分内的事 咱们俩先练习练习 你拒绝我 现在开始 你拒绝我 你太老了 咱俩不合适 君觉得特别好 对不起 红哥 我就是实话实说 从现在开始 你要对你这种讨好型人格 说不 说不 对 你就说 我不帮你改方案 我不帮你改方案 成功 特别成功 小林 我正好 帮你 帮我什么 改方案 改方案 那行 那一会儿我把方案发到女邮箱里 好的 我要是经理 我一定提拔你 可惜我不是经理 你说我这什么时候能当是经理 我爱你 就光我就看了多少次了 是不是一有人打印 就喊你 没有啊 他们一般人都喊那个谁 好 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 咱们不做那个谁 好吧 那个谁呀 你姓妹呀 我习惯了 美女你干什么呀 我来打印点文件 哦 那你打印就打印呗 你说老看着我干什么呀 您挡住打印机了 谢谢啊 哎呀 要不我帮你吧 哎呀 谢谢啊 也好 这机器啊 我还真不太会用 哎 你叫小林是吧 真好 够勤快的 我们部门就缺你这样呢 瞅啥呀 打呀 哦 谢谢了啊小林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我能怎么办吗 我就是不会拒绝 外卖 嗯 这自己的外卖 自己拿这天经地义吧 对啊 如果有人说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你就说 我忙着呢 你自己去呗 嗯 哎 记住了啊 喂 小林 帮我拿个外卖 我忙着呢 您自己去呗 经理 好嘞 好 这机器成功了 我成功向前迈出了一步 你迈出这一小步 将来你一大步 你都能拉着垮 太好了 再来一遍啊 好 小林 帮我拿个外卖 我忙着呢 您自己去呗 经理 小林 帮我拿个外卖 我忙着呢 您自己去呗 经理 不对 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我忙着呢 您自己去呗 不是 后头还有个人称 经理啊 不是经理啊 这就是经理打的电话 对啊 不是 你怎么那么唬呢 谁让你这么说的呀 你啊 我 我 我让你说是 是对同事之间 你对领导 这经理啊 那可是经理啊 经理啊 经理咋的了 经理啊 经理好啊 自己拿外卖了 是啊 我刚才给小林打电话 小林说 我忙着呢 你自己去吧 我忙着呢 自己去吧 是不是小林 得 在他接上仇了 但是啊 小林 你这 错过了一个机会啊 不是小林 你有什么机会 你尽管冲我来 跟小林没关系 真的 机会冲你来 机会一定是给小林 但小林他毕竟是新人 你给他个机会 他不是新人了 今天是他正好入职的一周年 你看这筹记得如此 算着呢 时间算着呢 来吧 看看吧 看看我给小林送的礼物 得得得 这最后一顿了 吃完就散伙 搞不什么呢 咱们小林呢 是优秀员工 人家其他部门啊 老羡慕咱们了 咱今天给小林 庆祝庆祝 同时呢 也气气别人 这吓着一跳 赶紧吃吧 待会儿 我通知他们了 显摆显摆 来来来 恭喜恭喜啊 恭喜小林 一周年快乐 你好 经理经理 你好 你好 经理 我得给您说一事啊 就咱们小林啊 是又帮我改方案 又帮我整理文件 又帮我挪车 又帮我拿饭 那你上班都干啥了 脸是我自个儿刷的 或者你找了一个班T 哎呀 这么优秀的员工 赶紧送个祝福吧 祝小林在新的一年里 工作顺利 越来越美丽 咱们小林呢 平时说的最多两个字呢 就是好的 所以我提议咱们今天呢 给她再加一个字 怎么样 好好 好好 来 小林 这谁啊 好样的 哎呀 一点都不起 真看出来 咱们不是一个部门的了 再来一次好不好 小林 好样的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新春喜剧之夜 我俩在加班 对 我们俩在加班 同样表现的是职场 喜剧小品 习惯地讽刺了内卷现象 假期前的最后一天 公司内同事之间 却展开了不正常的竞争 不就加班 董事长最后解决了这个难题 小品含蓄地告诉大家 团结协作才能让大家舒心地干好每一份工作 好好干 每天玩内卷 我告诉你们 再这么转下去 我们公司要改名叫龙卷风公司了 你们两个干嘛还没下班啊 我俩在加班 对 我们俩在加班 太敬业了 是 太辛苦了 抓紧剪码班 回家过大年 好好好 我去打份资料 好 又让组长看见咱俩在加班了 那咱俩现在还能走了吗 走什么呀 组长还没走 我们怎么能走呢 完了 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今年过年回家的火车票 还是下铺 我再不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 那真是不行 那那么着急 我觉得你还是先走吧 我再等一会儿 要不然还是你先走吧 你走完我就走 你先走吧 你先走吧 这还有点事 你还有点事是吧 你骗谁呢 你不就是想让领导看到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吗 你以为你高级啊 你不就是想刷一个存在感吗 行 挑明了是吧 那我也不客气 来 我就加班嘛 就你有泡面啊 我没道具啊 我今天就睡这儿 行 你厉害啊 可以 承让 喂 老公 我这个月都回不去了 我跟人杠上了 今晚 往公司给我送套被子 就你有爱人啊 我没有爱人是吧 老婆 老婆 我跟人杠上了 我对不起你 你改嫁吧 你动什么呀 做事不狠 事业不稳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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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到公司了没 早到公司了 资料我也打印好了 您这么着急让我回公司 你有什么事啊 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 我得想想谁负责更合适 你在公司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刚才打电话告诉你 就是我找了一个新的项目 知道 我看看你们三个人谁负责更合适 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 就一定能够升职 经理 一路奔波 您劳累了吧 快坐 您坐 经理 您喝水 还是人帅有眼力见啊 知道我渴了 经理 那你看这项目 我是不是可以负责啊 没问题啊 那就交给你做吧 阿萨 棒的 喝什么水啊 经理日理万机的 是不是 没听过说滴血糖呀 滴血糖 经理 请喝果汁 补充一点糖分 还是明道暖心啊 是 这个人帅啊 他已经买了火车票 再不回去 他来不及 我没事啊 可以把项目交给我 真的吗 就算加班也没事 我没事啊 我一直可以加班 随时加班 那就交给你了 谢谢经理 恶心 谁恶心 你恶心 经理 我没说你 我说他们俩呢 这两个人 太让我失望了 把你们溜血拍马 那套东西都收起来 你们以为经理在意的是喝水 还是喝果汁吗 经理在意的 是喝的细节 这个项目就得交给像老杨这样细心周到的人 我才放心 哎呀 其实我本来不想要这个项目 但您非要给我 那让我承担加班的痛苦 厉害 厉害 喂 董事长 什么 你要来公司 我就在公司呢 正在公司加班呢 好 我在公司等着您 好嘞 一会儿见 完了完了完了 董事长要来公司了 可怎么办 我手里一点活都没有 老杨 你手里肯定有活 对不对 给我点 我活都干完了 干完 明导 你呢 我平常说没干什么活 人帅 你肯定手里有活 倒是有一个小活 给我一点点 给我一点点 要干啊 那你压着就给我 哎呀 求你了 求你了 好 求你了 好 工作热情高 工作抢的干 我告诉你们 别看我天天不来公司 但是我知道 你们天天在干什么 工作不好好干 每天玩内卷 我告诉你们 再这么卷下去 我们公司要改名 叫龙卷风公司了 这就是恶性循环 董事长 那个请你再给我们 东西的机会 求求您了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了 下不为例 是呀 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好好好 我看在你们的是 老员工的面子上 我就原谅你们 但是记住了 今后要好好工作 不能再内卷了 不能不能不能 马上要过节了 大家都回家吧 走吧 怎么都不走 董事长 还是您先上路吧 住口 不是 我是说您不走 我们怎么好意思走呢 又内卷是不是 好 我带头 我走先 新年好 我先走 我也走 拜拜 我走也 这就对了 不对啊 都走了 这项目谁抓呀 回来 回来 快点 我们再来 快点 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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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